台北市长柯文哲,昨天一宣示就职完,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就开始拆除了。 昨天下午,已经移除了路灯还有花盆,预计今天的深夜就会进驻大型的机具,拆除专用道本体。 交通局规划,明年二月就要盖新的专用道,双项各有两个月台,还会缩减行经台北车站的公车班次。 面片细雨中,工程人员赶着拆除路灯,新科台北市长才宣示就职,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拆除工程就动起来,花盆路灯先移除, 周五深夜再拆本体,火速拆除,倒数计时,不少人特地来拍照留念。 他很快就要拆了,所以就过来看一下。 一头敢拆除,另一头刚上任的交通局长钟慧玉,也端出未来中校西路的新规划, 未来将重盖公车专用道,公车以一个车道进入两个不同月台,分别前往中校桥及中华路, 小客车则维持在最外侧,依然有两个车道。 中慧玉表示,新专用道将配合中校桥引道的拆除工程,一起在明年二月进行, 站前的广场也会调整,不过即使有了两个月台, 依然容纳不了目前每小时一百七十辆公车的车流, 未来公车路线及班次也会调整。 只要是有通过这个,应该算中山南路要转到火车站这个部分的话, 我们应该会优先处理。 至于哪些公车路线要改,哪些班次要减, 因为攸关大台北公车族的搭乘习惯, 中慧玉表示不排除以iVoting领选局长的方式来调查民意。 记者林中午王新中台北报道。